哈囉,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加密貨幣轉帳轉錯了怎麼辦? 你是不是又繳學費了呢? 今天我們要在這裡分享 在鏈上或交易所轉錯地址怎麼辦? 說不定看完這支影片 你可能會發現 欸,其實你轉錯的帳有救 那說不定你的錢沒有不見 它只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那就跟著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差別 那中心化的交易所 就像我們介紹的交易所一樣 需要帳號密碼和身份認證 我們會把推薦的交易所 放在畫面的右上方 而去中心化交易所 就像冷錢包或者是熱錢包 metamask這一類的 最大的差異就是不需要身份認證 完全是匿名的 那麼既然知道這件事情後 我們就需要去了解 鏈和鏈之間的差異 我們舉例來說 新手常常會犯的錯誤就是 把不同的鏈的資產互相轉換 舉例來說 挖以太存在polygon 卻直接轉到交易所的 ERC20的鏈 我們要了解一下 以太在不同的鏈 也會視為不同的資產 像是ETH和WETH 這是不同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 Toyota的86和SUBARU的BRZ 看起來根本是同一台車 但是廠牌不一樣 就算它長得再像 也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轉帳之前你要再三確認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戀是不是同一條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代幣是不是一致 雖然你說你都再三確認了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 轉帳轉多了會不小心粗心大意 但有沒有救呢 接下來我們就會告訴幾個 大家常見的狀況和應對方法 那首先呢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轉錯戀 那這個算是 新手中最常做錯的一個事情 如果你是從中心化交易所 提款到熱錢包METAMASK 像是你要提款到以太鏈 卻不小心選成BSC鏈 那麼別擔心你的資金還會存在的 因為熱錢包的地址通常是共通的 舉例來說 我們影片下方的METAMASK地址 不管什麼鏈 不管什麼樣的資產都能夠接收喔 也就是說如果像是你轉到METAMASK的熱錢包地址內 恭喜你 你的資金都還會在 你只需要到熱錢包中加入新的RPC 就能夠到達那個鏈 交易所轉出來的鏈都只會顯示支援的資產 並且會自動幫你重新打包 舉例來說 以太方到ERC20 然後你不小心轉成ETH到BSC鏈 那麼它會自動以WETH的形式 在你的BSC鏈上 你只需要新增RPC 去CoinMarketCap上 再新增BSC鏈上的以太合約地址 就可以顯示代幣出來了 轉錯地址 轉錯地址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呢就是貼錯地址 像是少一位數啊或者是多一位數 這一種類的就會是無解 因為加密貨幣的交易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說你轉帳的交易燒掉了也繳了學費 所以我們每次轉帳時 除了要再三檢查資產是否一樣 鏈是否選對 也要檢查一下傳送地址的前面和後面是否有一樣 養成這些良好的習慣減少這類事情發生 而第二種呢就是不小心轉到代幣合約地址 也就是說不小心貼錯了 那這類型就是要看運氣 首先我們要先去找到這個項目方的團隊 然後寫信給他 附上我們的交易紀錄 那這個交易紀錄呢可以去像是鏈上的scan去查詢 有些中小的項目團隊 會把他們項目方所使用的資金來賠償這個使用者 因為畢竟他也不想要讓使用者蠻失落的 但這種情況還是要看項目方的好壞 但如果你也是這種狀況的話 記得要嘗試看看 畢竟死馬當紅馬医嘛對不對 所以先試試看控運氣 BSC鏈上轉錯資產 如果你是使用BSC鏈上轉錯資產 或者是使用必安轉錯資產的話 那你獲救機率就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必安有一個叫做反黑洞計畫 通常他們會把符合資格的資產 利用銷毀的額度還給使用者 雖然這個符合的條件蠻嚴苛的啦 但單筆交易必須超過1000U 並且剛好不能是提幣功能的交易 如果你剛好符合這兩個方向 那你也可以點選影片下方連結 去了解細項 去看一下說 你到底真的符合這個功能嗎 因為畢竟他們也返還了好幾百萬美金 就是在過程中有轉錯的人 他就直接退廢 那連結一樣 影片下方 最後前面講了那麼多 那麼該如何正確簡單的跨鏈呢 其實跨鏈的橋非常多種 像是any swap 或者是我們之前所影片提到的explanate 接下來我們就會以簡單的方式 來操作一下explanate 畢竟不用解包裝 對初學者來說也相對的簡單 但觀念基本是一樣 那我們就進畫面吧 點選影片下方的連結 到達這個explanate的這個頁面之後呢 這個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從這個from的這邊 就是你要從哪個鏈 到達哪一個鏈 舉例我們今天來挖以太坊 然後是挖進matic 就是這個polygon鏈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它轉到BSC鏈 可能是你可能要轉到币安啊 或者是轉到哪一些特定 吃某一個鏈的交易所 那這時候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點選這個下方token這邊 找到你要轉移的資產 假設我們今天要轉移以太 然後呢 它自動這邊就會變成一個以太 那雖然看似這兩個以太是一樣的 但其實如果你直接是這樣轉過去的話 會把這個以太銷毀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一樣 這時候如果是透過這個explanate 它就會自動轉換 那這時候我們只需要輸入說 你的這個金額 你要轉多少過去 假設我們要轉0.01 那你會說奇怪 為什麼就是它底下沒辦法轉呢 這個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需要去我們的metamask錢包裡面 把這個原本的這個鏈 轉換成我們的這個matic鏈 轉換過來之後呢 然後在這個點選這邊 然後它就會重新計算 好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手續費 目前是這個0.000232 就是大約是0.86美金的這個手續費 其實並不貴 那我們只要去把這個資產 轉到這個BSC鏈的這個以太 那如果你要再轉回币安的話 它就會是從這個币安的這邊走 BSC也就是BEP20 這時候你的這個以太 就可以從你挖出來的這個 Polygon鏈 然後再轉到BSC鏈 然後再回到币安 是非常簡單的 那當然 每一個鏈上能轉的資金不一樣 舉例來講我們是 如果是走Phantom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很直覺的就去操作 你就不需要去說 我們要去解這個包裝啊 或是什麼的 它這個邊都會自動轉換 當然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交換的 像是AnySwap之類的 道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切記 你要轉鏈的時候 你的鏈一定要一樣 如果不一樣呢 就一定要使用跨橋 最後 大家每次轉帳時 只要記住口訣 檢查鏈 檢查代幣 檢查地址的前後 就不怕轉錯鏈 當然 如果有從這支影片中 學到任何有用的資訊的話 也別吝嗇 幫我們影片點個讚 並且幫我們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不管他是新手 或者是剛好有轉錯鏈 那麼這支影片說不定能夠幫到他們 當然也別忘記訂閱庫可實驗室 並打開小鈴鐺喔 最後影片的後方也有新手播放列表 對於剛開始加入B圈的朋友 可以先從那個列表去觀看 那就這樣 掰掰 掰掰